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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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现在这个地方是进鱼口 鱼从这边进去 经过了两个驱灵器 到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是驱度的鳞片 这个是驱背的鳞片 它可以活动 鱼过来到这方之后 鱼头顶住这个线 这个片顶下来之后 等于鱼头过来了 这个刀片一转 它都把鱼头开开 鱼从这笔出来完了之后 等于是说一条鱼 鲨鱼完成 去年呢 它是说红鱼 草鱼 花莲 白莲 鲁鱼 这就是说通用的机器 鲨黑鱼的是专用工 饭店用的黑鱼机 一款是开背的 一款是杀黑鱼的 现在就是说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杀开背的机器 看 这鱼鳞 这鱼鳞去得很漂亮 很静 看看这个开背的效果 这是一款杀黑鱼的机器 咱们来试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现在把鱼放入杀黑鱼的鱼头 你看黑鱼机 黑鱼机这个鱼鳞 去得非常干净 再看看它的开度效果 这就是一个杀黑鱼的机器 之前鲨鱼就是说用的那个铲鱼方法比较费劲 现在用这个自动杀鱼机感觉很快 很干净 这个可以刮鱼鳞和直接开汤 然后我们只用把做的东西拔出来就可以了 用了之后很漂亮 很好 杀的也很干净 有什么刮的看 看干净 我用了一年多了 一天我杀个五六百斤 六七百斤 用了这个不用吃着了 杀鱼机还挺方便的 杀鱼的愈快 挺利索的 去淋干净还开汤 然后回家直接洗一洗 也不用去淋刮淋了啥的 现在我把杀鱼机弄出来了 在我朋友里用的时间 朋友说 哎 每天我都是三点多起来 现在我可以六点起床了 最起门我提前了两三个小时 我可以眉眉的睡一觉